《聯邦加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 阿當斯突然宣布轉投聯邦自由黨 埃及首都開羅爆發球場騷亂 警方武力阻止球迷硬闖球場 造成最少30人死亡 多倫多市仍然有嚴寒天氣警暴 大多倫多地區經歷週末的風雪之後 清理積雪工作大致完成 不過今早早天氣再到嚴寒 多倫多市的嚴寒警暴仍然生效 加拿大環境部氣象局今日指出 大多地區2月至4月的氣溫都會較往常寒冷 嚴寒絲毫無過去的跡象 這個週末大多地區市民 將會感受到本月最冷的天氣 在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 今日上午7點 錄得的溫度是攝氏零下12.7度 但連同風凍效應有零下22度的感覺 環境部預測 多倫多今日最高溫是零下6度 有四成機會降雪 而今晚氣溫會降至零下12度 有三成機會降雪 環境部預測 攝氏零下20度以下的低溫 由今個星期四開始 將會影響到整個週末 星期五在無風凍效應下 是攝氏零下22度 今個家庭日常週末 市民應該做好預航準備 接受消防訓練男子被困在冰下身亡 安省法醫辦公室 安省勞工廳和警方正在調查 一名接受消防訓練的男子死亡的案件 警方說 這名來自波文條的男子 Adam Brunt 在杜林專上學院參與消防訓練課程 昨天在一條河參與拯救證書訓練期間 被困在冰面下大約15分鐘 獲救之後隨即被送往醫院 但最終死亡 有關訓練是由一家私人公司負責進行 合共有12名學生 同一名導師參與 加拿大保守黨阿當斯過當自由黨 聯邦加拿大保守黨有國會議員突然宣布 轉投聯邦自由黨 代表安省密西西加賓頓南選區的女國會議員阿當斯 關於自由黨黨魁賈斯廷杜魯多陪同下 召開記者會作出公佈 阿當斯批評現時的保守黨 領導自私和大分裂的性質 他又在記者會上公開反對保守黨 近期宣布的夫婦分攤收入報稅優惠政策 指自己不可以支持一行 只有來一小撮人的政策 阿當斯在較早前退出在奧克維爾北 貝林頓市爭取保守黨提名參選 而他的未婚夫蘇達斯之後 被撤換保守黨執行總監的職務 阿當斯說他在數星期前聯絡自由黨 並且在今日早上以順見 知會保守黨自己退黨的決定 賈斯亭杜魯多在記者會上說 阿當斯是一位展示出力量和能力的人 歡迎他加入自由黨的團隊 哈柏輕微改組內閣 總理哈柏改組內閣 原本是國防部長尼科森 調任外交部長 接替在上星期突然辭職的白岳德 國防部長一職 由原本是就業及社會發展部部長康尼接任 波利愛調任為就業及發展部部長 康尼和波利愛都會同時身兼兩職 康尼會繼續出任多元文化部長 波利愛會兼任民主改革部長 埃及警方武力阻止球迷 硬闖球場30人死亡 埃及首都開羅爆發球場騷亂 最少30人死亡 政府官員指有人沒有救票強行入場 和警員衝突 球迷就說是入場安排不當引發混亂 大批球迷在星期日晚到首都開羅一個球場 準備觀看一場埃及超級聯賽 但是賽事未開始就發生騷亂 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球迷 有人走上馬路堵塞交通 有汽車著火火勢非常猛烈 消防員到場灌溝 騷亂期間發生人踩人 內政部官員說事件起因 是一批沒有買門票的 扎馬雷克隊球迷 試圖闖入球場 和保安人員發生衝突 警員先採取行動制止 但球迷就指 起因是警方只開放一條狹窄通道 讓球迷入場 球迷互相推撞引發混亂 警方施放催淚氣體導致衝突 檢察部門下令徹查事件 並拘捕扎馬雷克隊球迷組織的領袖 事故發生後當晚球賽繼續舉行 政府內閣召開緊急會議後 決定暫停所有球賽 直至另行通告 愛及2012年發生嚴重球迷騷亂 在塞德港的艾馬斯里球會 主場球隊落敗 觸發雙方球迷衝突 造成70多人死亡 過千人受傷 英國媒體揭發匯豐銀行 協助門稅多達1億英鎊 部分涉及裝款 匯豐在瑞士的銀行分支 被揭發主動協助附有客戶逃稅 隱藏於1000億美元資產 客戶包括販毒罪犯及軍火商等 匯豐承認監督疏忽 而美國、阿根廷等多國展開刑事調查 匯豐在1999年收購瑞士的私人銀行業務 今次披露的不妥當做法 發生在2005年至2007年 銀行涉嫌主動向富裕客戶 提供方法隱瞞秘密戶口 從而向所屬國家隱瞞資產 依靠不用在歐洲國家繳稅 銀行曾經向客戶發海外信用卡 而且從不過問 任由客戶提取秘密戶口的現金 通常是在瑞士甚少使用的貨幣 掩人耳目 負責的匯豐職員更保證 不會向稅務部門披露戶口細節 這些機密資料 是一名已經離職的匯豐電腦部門職員披露 資料顯示 涉及這些不妥當做法的客戶 包括國際罪犯 當中有國際刑警通緝 涉及非法鑽石買賣的商人 軍火商、毒販 以及被美國政府制裁的 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商界親信 估計涉及的資產達1,000億美元 英國稅務海關總署 在2010年獲得這些資料 向遇3,000名匯豐瑞士私人銀行 有戶口的國民 追回1.3億萬英鎊稅款及佛息 但只是起訴一名涉嫌隱瞞的人士 涉及問題業務的這3年 葛林先後出任匯豐總裁及主席 英國國會一個委員會的主席 批評葛林 一是知情 一是手握著方向盤 但是在睡覺 必須接受質詢 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 拒絕評論銀行事務 希臘可能會退出歐元區 卡梅倫召開會議 談論對英國的衝擊 英國首相卡梅倫 星期一主持會議 商討如果希臘離開歐元區 會對英國帶來怎樣的衝擊 以及如何確保英國銀行的公司 不會受到過份的損失 同在英國財政部的多名官員 及英格蘭銀行的 國際事務總裁的會議中 卡梅倫詢問了有關 如果希臘離開歐元區 對該國以及整個歐元區的影響 英國財商奧斯本 因為正在前往伊斯坦布爾 參加20國峰會 而沒有參加到今次會議 不過有關會議內容都會通知他 約會者基本同意 希臘採取使用新貨幣的可能性 越來越大 不過也有人認為 在雅典當局 和其他歐元區成員國 政府之間 還有可能達成某種協議 以讓該國留在歐元區 卡梅倫被告知 如果希臘離開歐元區 希臘人民的存款可能全部損失 通貨膨脹將會大增 另外還會出現貶值的現象 另外他也得知 希臘的公司和銀行 會面臨嚴重的金融困難 因為在希臘以外使用的硬性歐元 和國內使用的軟性新貨幣不匹配 因此很多借錢給希臘公司 或者個人的英國企業 和銀行 就很難收回金錢 不過英國銀行 直接受到希臘影響的程度相對比較少 對於英國來說 比較大的問題 可能是希臘離開歐元區 對區域內其他比較弱的經濟體 會帶來很大影響 也就是這些國家 可能會在資金方面遭殃 從而影響到他們的金融和經濟穩定性 一名政府方面的消息人員表示 歐元區作為英國重要的貿易夥伴 對於英國來說 仍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因此首相卡梅倫 為了防止希臘危機加重 最終可能要為離開歐元區做準備